大家好 我是蔡律师 我们在新闻名律师事务所 那我们这个视频的题目是 高考期间谈高考制度和美国留学 那么现在呢是2023年的6月 正是中国一年一度的高考时间 高考以前是在7月 现在挪到6月 本来都是天比较热的时候 那这个每年的高考呢 对于很多人来说还是很重要的 决定了他上来一个大学 当然那不见得就能够像所谓夸张的讲到 决定一个人的命运 但是呢毕竟在很大程度上 还是会影响到个人的生活方向 对吧 你在哪一个大学上学 可能就影响到你和什么样的人谈恋爱 结识什么样的朋友 以及呢将来在什么领域工作等等 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考虑到 就是说除了高考是吧 那现在呢至少这个不是独木桥 不是唯一的一个道路吧 那你还可以选择其他的留学等等 那我自己呢参加过高考 我也有过留学的亲身经历啊 很多人办移民也是为了自己 或者孩子留学啊这方面 或者呢是从留学生开始的 我们律所的微信公众号叫 每本每高留学指南啊 从这方面 然后呢对于这个留学 我们一直也是很关注的 也有我们的相应的建议 那我们也帮助一些 申请人取得了美国的大学 或者高中啊或者研究生 这方面的录取 具体的讲一下呢 那我参加高考呢 当时呢这个考试的分数 应该也能够上中国的任何一所大学 任何一个专业啊 那中国这个语境下啊 那举个例子 比如说原来袁世凯举例说要废除科举 那讲说袁世凯没有说这个的资格 为什么呢 袁世凯自己参加过科举没有考中 好像说呢那你这个自己不是这样的 这个过来人啊 你说要废除科举就没有资格 袁世凯的结拜兄弟徐世昌 他呢是这个进士 是汉林 那如果是来他来提出呢 好像就不一样 对吧 那么就是这么一个道理 如果你是亲身经历过啊 这样的人 你是这个幸存者啊 那么再来评论这个制度呢 好像就会得到更多的重视 那高考制度呢表面上呢 看起来啊 有的时候根据这个分数 有一定的公平的地方 但是呢像我们此前提到的 我觉得呢也存在有相应的很多弊病啊 那首先比如说各省招生的人数是不一样的 对吧 那每一个省被录取的机会是不一样的 所以就有高考挖地 也有高考移民 有的人比如说搬到天津市 那这个容易就录取就要容易一些 如果是在河北或者山东 或者在广东 录取就会比较难一些 那这个呢 各省有不同的招生人数 不同的分数线 对吧 这就是一个问题 那还有什么别的呢 高考只是提供了一个表面的这个公平 那么实际上呢 比如说 因为考试的内容有限 有的学生可能比较就擅长考试 那有的学生可能就不擅长 那中国有上千年的科举制度 那过去科举更严格 因为考中的可以当官啊 那么科举的时候呢 比如说你这个答卷 那当时的要求呢 写完了以后还要有专人来把你的这个答卷 腾抄一遍 为什么呢 防止考官啊 虽然密封的看不到考生的名字 但是通过笔记来辨认出考生 然后有寻思的地方 所以按说呢 从这个程序上执行的非常严密 耗费了很多的资源 但是效果呢 并不见得这么好 对吧 那要不为什么科举制度最终废除了呢 那不管是唐朝的时候考诗词 后来考这个策论 还有别的考这个八股 根据四书里面出这个题目 那这个都有一定的问题 从这个选题啊等等方面 那现在呢 也有类似的情况 因为考试内容不能超高 对吧 那所以大家呢 就都花了很多青春年华的用来刷题 然后呢 那有的东西高考不考的 比如说艺术 比如说逻辑学不得到重视 高考的考生 当然很多人后来呢 进入大学以后 经过自己的努力补齐了一些短板 但是呢 还是造成有很多遗憾悲剧 无奈等等这些情况 那至少呢 现在比以前机会要更多一些啊 大家呢 除了高考以外呢 也还可以选择留学 有的人说哎呀 我这个留学现在也 学历有这个贬值问题啊 我留学澳大利亚 新西兰 英国等等 拿了一个一年的硕士回到中国 还是不好找工作 怎么办啊 那当然这个留学本身并不能够保证 你就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事业前景 对吧 那还需要经过个人的努力 但是呢 我们看到 留学以后 你可以增加在国外定居 生活 工作 这样的机会 也可以增加人生更多的选择吧 送孩子到国外留学 因为此前我们也讲到过 存在有这个学历贬值这方面的问题 那现在高考大家扩招了 一年就招上千万的学生 一年也毕业上千万的学生 像今年考研究生的考生 数量就超过了500万 对吧 那么所以呢 像这样呢 有一个通货膨胀贬值的问题 所以又兴起来啊 什么叫211大学 985大学等等 毕业以后 仍然面对一个收入和房价 悬殊的比例啊 然后还有就业等等方面的问题 对于考生来说 显然也都更多意识到这一点 对吧 那不见得每一个人都适合 或者喜欢这样的高考制度啊 那么你还是可以有更多的选择 更多变化 回忆起来呢 像我自己 以及我们的同龄人 我的同学们等等啊 大家提到过去呢 大家还是非常渴望改变自己的生活状态 那么你准备高考也罢 后来准备留学 出国等等也罢 很大程度上都是为了这个目标 当然了 很多人呢 最终一定程度上达到了自己的效果 但是呢 回首 比如说呢 你这个青春年华 本来也可以用在别的地方 因为这样的焦虑 过分的担心 那么花了很多时间呢 用来刷这样那样的题目 过后也不见得就有用处 回头来看 这些事情呢 本来可以安排的更好 那有的人讲到 为什么说在中国内卷比较严重 因为卷输了的后果很严重啊 那比如说你要是没能上大学 没能上理想的大学等等 你没有能够进入到体制内 或者大城市的工作 若干年以后 面临更年轻的人竞争 对吧 讲到有骆驼翔子的问题 孔一己的问题 年龄增长 经历衰退以后 如果说你没有卡位 在什么样的位置 相应的收入 事业 家庭 孩子 未来 生活 都会遇到很大的影响 那么在卷过以后吧 如果有一些讲法的人 至少呢 应该会考虑到呢 怎样能够改变 这样的制度 或者说 至少能够让自己的孩子 能够有更多的选择 对吧 而不是说 哎呀兄弟我卷过了 下面轮到 你们这一辈的人来卷了 对吧 不是这样的 这个呢 社会达尔文主义 在坦率的说 在东亚的一些地方 可能有更多的市场 但这个显然并不是理想的 合理的状态 对吧 这一点就像是 在社会上存在有贫富差距 这个问题 但是呢 比较负责任的 个人啊 政府啊等等 都会想到说 我怎样能够改变 这样的现状 是吧 而不是说呢 现状就是这样 反正你就接受吧 对吧 那你从家长的角度来说 哪怕从个人的利益来说 那显然你自己卷过了以后 也不能够保证 子孙后代 自己的亲友 一代一代一年一年 都能够成为这个卷的受益者 再说很多时候 不见得有受益者 大家都是受害者 游戏等等一样 对吧 这是一个零和的一个结果 大家都投入了更多的资源 更多的时间 但是因为有的结果 最终只是提高了这个标准 然后白耗了更多的时间 所以在这个整体程序制度 能够得到改变以前 你至少可以考虑 先改变自己 如果说自己 或者孩子 到美国留学 或者办理移民 像这样呢 那么可以有更多的机会 具体来说呢 我们在其他很多地方 也都已经讲到了 那美国有很多好的大学 然后呢 不管从失业率 从平均薪资 从工作者的福利 这个劳动法的保护 其他等等方面 以及这个社会平等 等等方面 应该说呢 有更多的机会 人各有志 那但是你可以自己来 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考虑 但是呢 这个又逢一年一度的高考季节 想到这一点 那么我自己和我的朋友们 同学们 很多呢 也是高考制度的幸存者 对吧 那我们从这个 中国比较好的大学毕业 但是呢 现在呢 很多人呢 也还是大多数人会选择 说中国比较好的大学毕业 但是呢 现在呢 大多数人会选择 说如果我能够留在美国 让孩子呢 在美国学校上学 而不是说 我送回去经历高考的洗礼考验 那这个当然也是有相应的原因 好的 那我们这个视频呢 讲到的是高考季节 谈高考制度和美国留学 有更多这方面的问题 可以联系我们 像我们提到的 我们提供美国移民 其他国家移民 比如加拿大 还有呢 这个美国留学这方面的服务 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 哦 哦 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